这几天的英王室 众成员们如同陀罗一般忙得不可开交 毕竟作为一国之主的查尔斯国王也要入院治疗 虽然不是什么大手术 但手术总是带有一定的风险 然而那如同一国之母班的卡米拉王后 近日像是被春风拂过 心花怒放 满心欢喜 究竟是何事让他如此欣喜若狂呢 原来他发现了一个能使他财富翻倍的契机 马上入院接受手术的查尔斯国王 忧心忡忡地审视着自己的身体状况 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正当他步入立一主的关键阶段 卡米拉王后的举动却犹如一颗突如其来的炸弹 他巧妙地利用了查尔斯国王立一主的时机 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要求 他的要求不仅让人震惊 更让人困惑不解 据传闻 塔米拉向查尔斯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在遗嘱中为他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 并允许他的孩子自由进出王室 享受与王室成员同等的特权和待遇 更令人择舌的是 他竟然还期望威廉王子承担其他晚年的生活照顾之责 这些要求无疑激怒了威廉王子 使他感到极度愤怒 卡米拉的要求在王室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卡米拉希望将自己的财富留给自己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 他要求威廉王子承担起照顾他晚年的责任 却让人不禁困惑 毕竟 卡米拉已有自己的孩子 为何需要威廉王子来承担这份重责呢 这样的要求 似乎是为自己铺设一条安全的后路 甚至可能成为他日后胁迫威廉王子的筹码 这一想法令人咋舌 不禁让人对卡米拉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然而 威廉王子并非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他可不会被卡米拉的要求轻易吓倒 在他眼中 这不过是卡米拉的无理取闹 于是他断然拒绝了他 他认为这种行为完全是不合情理的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节制 卡米拉已然跨越了道德的底线 回想起那段触目惊心的历史 卡米拉与查尔斯的婚外情 给戴安娜王妃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这伤口至今尚未愈合 因此 威廉王子又怎会愿意照顾那个 伤害了他母亲的人呢 这一场争执如同乌云压顶 让王室内部气氛愈发紧张 各方就查尔斯国王的遗嘱问题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然而 在这场风波之中 查尔斯国王却做出了一个 引人注目的决定 他决定 按照传统的财产分配方式 来分配王室财富 这意味着汤姆 这位非王室成员 无法分享到王室财富的一部分 这个决定如同一颗石子 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涟漪 卡米拉原本以为他的付出 能换来查尔斯的感激与回报 然而 查尔斯的决定 却让他深感意外与失望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并非他心中的首选 然而 在这个关键时刻 查尔斯国王展现出了 领导者的智慧与胸怀 他坚守着传统的原则 不为个人私欲所动摇 为王室的未来与尊严不懈努力 同时 威廉王子坚定地表示 他将始终捍卫王室的利益与尊严 绝不会因个人利益而违背道义 这场祝愿 家以主 的风波 让英王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紧张氛围弥漫 全球瞩目 热议纷纷 我们都在关注着王室的未来 期待他们能妥善解决这场风波 愿国王早日康复 英王室早日恢复往日的宁静 在智慧的女人 也曾在爱情的摧残下 自乱阵脚 哪怕是戴安娜这个被世界认可的 英伦玫瑰 同样在失败的爱情中 做出了让人瞠目的事情 1994年 查尔斯与卡米拉的情势 早已经天下皆知 查尔斯在无法抵抗之下 最终面对镜头 亲口承认了事实 于婚内出轨卡米拉 这是一件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 但不亲口说出来 那就只能被称为绯闻 查尔斯选择将它说出来 则意味着一切都变了 戴安娜身为威尔士王妃 曾经在后来谈及这件事 她用 修奋欲死 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是的 被背叛的女人是可怜的 而被背叛的王妃 则是更加可怜 查尔斯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承认 又对着媒体说出口 可能与其现实婚姻的不幸有关 但也与自己疲于应付媒体 以及形象持续变弱相关 人都是会犯错的 查尔斯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错误 她想要的结果是得到所有人的谅解 从而重新做人 当然 查尔斯此举也有可能是项传统的宣战 是想象现实证明自己的身情 为着爱情 她可以抛开所有 但不论出于哪一种考虑 都可以证明查尔斯的举动是不正常的 至少在王室成人这个现实的身份面前 她是得不到拥护与认可的 戴安娜的位置完全受不到任何威胁 可惜 在爱情的打击下 乱了阵脚的戴安娜却翻脸了 她愤怒 她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段去报复 她根本没有静下心来 细想面对问题的方法 戴安娜是如何报复的 说起来可能有些无奈 但通过她的种种行为 又分明可见 一个女人在悲伤中的无助与慌乱 当时戴安娜在经历了 与查尔斯感情彻底破裂的打击之后 想的是极力证实自己 她开始频繁出席各种活动 而且每次出席 必然衣着亮丽 光鲜照人 那套短级大腿中部 领口被挖掉一大块的小黑裙 被媒体称为 复仇之群 戴安娜身为王室重要成员 穿着她出现在名利场的派对上 裙子过短 约在膝盖以上三英寸的地方 而领口过低 特别是领口中间被挖去的一块 直接将其丰满的身材称到无可挑剔 细腰 长腿 视野线 这一切都违背了王室传统的审美 戴安娜穿着她是心有余悸的 从其现场羞涩的笑容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对内建 复仇之群 小有不安 但没什么是一个 为在失败爱情中 努力证实自己魅力的女人 所不能面对的 戴安娜勇敢地穿着风情万种 得到了全场人的关注 几乎迷住了所有人 只是 这样的戴安娜真的是对的吗 恐怕她在 复仇过程中的每一次大出风头 都是对自己失败的提醒 都是对自己形象的自取其辱 王室不会认可一个过于轻浮 又毫无传统礼仪的成员 更何况是被王储嫌弃的王妃 戴安娜可以脱离查尔斯 可她本身根本不可能脱离王室 当她穿着清凉的四处招摇时 女王心底清除她的种子 早已经萌芽了 细看那一段时间 戴安娜频繁高调 出席各种活动 而且衣服无不是性感又张扬 她的想法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王妃只是想查尔斯清醒地 认识到自己的短视 放着如此迷人又漂亮的王妃 不爱非要去爱塔米拉那样 老气又无品的离婚女人 可爱情从来都是各花路各眼 戴安娜的行为不但不会打动查尔斯 甚至让外界对她更为怜悯 明明风采照人 为何非要偏执于查尔斯的爱情之中呢 重要的是 查尔斯也没闲着 她心里没有戴安娜 所以她从来不在意戴安娜做什么 想什么 她欲曝光自己出轨卡米拉的当年 但直接出版了自传《查尔斯》 在那本书里 人们可以看到一些 查尔斯对自己形象的维护 以及对戴安娜的抹黑 皇室作家乔纳森 丁布尔就说 查尔斯是与卡米拉一见钟情的 分手后娶了戴安娜 但因为戴安娜于1986年先出轨 她才再次与卡米拉复合 我把死线交流 我都想想想想想想想要 要是将关于 了AKE 杉虚的